歡迎收看我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這一集呢要來介紹這個幾何推論之後 集整個幾何推論於大成幾乎是幾何最後一張 就是三角形跟多邊形的三個心 到底是哪三個心呢 那我們要在這裡這個強調一下 我很推薦我接下來的這個教他的過程 因為我的學生他背三角形三個心是背得很靈散的 然後大部分的老師因為參考書也是 都是從比如說外星他會從那個中垂線交點開始去講 但是我認為呢其實你可以更有條理的去認識他 三角形有三顆心一顆叫外星一顆叫內心一顆叫重心 那我們先介紹外星什麼叫做外星 顧名思義所以我們第一個學的其實不是做法 而是他的定義為什麼這個心要叫外星 他是外是什麼外星是什麼心 外星是三角形外接圓的圓心 那我們在前面的 某幾集裡面都已經陸續的介紹過就是說 怎麼樣會是外接圓怎麼樣叫做內切圓 什麼叫做外接三角形 這個接是指說這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都在這個圓上 像這樣子 那這個圓就是這個三角形的外接圓可以嗎 好 好的 這樣就來一次一次 好來那所以說 接的意思是頂點接在圓周上 切的意思我想大家應該已經懂了 就是那個圓弧跟線會相切 所以如果三角形有一個圓會三 這個圓跟他三邊都會相切 那你可以想像他一定是切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對不對 那如果我接的話一定是接在這個三角形外面 所以他叫外接圓 三角形外接圓的圓心就叫外星 你看這是很好記 對不對 好那外星 他有什麼特色 他既然是外接圓的圓心 圓心的特色固定就是那一個 所以這個也很好記 外接圓的圓外接圓的特色就是怎麼樣 圓心到 三頂點等距離 可以嗎 那我們一般三 比如說三角形叫ABC 假設這個三角形原本叫ABC 那我有一個外接圓 那就會有他的圓心 這個圓心到圓周上每一點 是不是都等距離 所以這就是外接圓的圓心的特色 就是這個外星到三頂點等距離 因為圓心到圓周上每一點等距離 那你看我們現在都還沒有交內心 但是你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三角形裡面有一個內切圓 這個內切圓的特色會是什麼 可以想想看 我們等一下就講到了 那所以說從這樣子 從我們認識他的名稱 名稱他的樣子 去想像他應該要有的特色 外星到三頂點等距離 我們一般外星會取較O 那外星O的話 也就是說OA會等於OB會等於OC 那要怎麼做這個圖 要怎麼做 我現在這個點 他必須到OB跟OC等距離 他也跟他也到OA和OB等距離 我這樣講就已經有點提示的意味 我如果說他到三個點都等距離 就不要不好想 我告訴你他到OA和OB等距離 他到OB和OC等距離 那其實就是在告訴你怎麼樣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一個點他到另外兩點等距離 所以這個點他在 A B線段的中垂線上 因為中垂線上任意點到線段兩段等距離 關於這個姿勢 我們在整個國中集合的學習過程中 大概我至少講四五遍了吧 那 有機會就複習 有機會就複習 因為他就是很實用 我們不只是因為他愛考 而是他愛考也是因為他實用 那他因為很實用 所以沒有錯他也很愛考 那所以說這個圓心O呢 他會坐落在A B的中垂線上 可是光是一條中垂線是 不足以確定這個O是哪一點的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當然是先點出來 那如果我現在有一個三角形畫給你 我畫 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個O在哪裡呢 所以我光是做一組中垂線 假如我有做圖記號我就不畫了 我光是做一組中垂線 我其實不知道這個O在哪裡啊 所以我要做第二條 這樣兩條線交一點 可以嗎我就可以知道這個交出來的點就是O了 所以外星他的做法就是 兩條中垂線的交點 那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寫三中垂線交點 那這個證明很簡單齁 證明什麼就是說 外星是兩條中垂線交出來的點 他同時也是三中垂線的交點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只做兩條中垂線 如果我去做第三條中垂線 他一定也會過外星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既然是這條中垂線上的點 他到 ABC 既然O是BC中垂線上的點 那麼OB等於OC 同理 既然O是AB中垂線上的點 那麼OA等於OB 所以OA等於OB等於OC 就是我們剛剛講 外星的特色 對不對 到三點點等距離 那麼既然OA等於OC 那麼OC這一點 就一定會落在AC這個中垂線上 所以如果做AC中垂線也會過O 那麼這個就是外星 那介紹外星之後 介紹第二顆星 我們剛剛有 稍微的提到 就是內星 內星我們習慣代號寫I 那內星什麼是內星一樣 首先我們不先記他的做法 我們先記的是 他的顧名思義 所謂的內星是三角形 內切圓的圓心 然後我們剛才問了你一個問題 我說 如果三角形有一個內切圓 圓心I 請問I會有什麼特色 那其實跟剛剛這個問題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剛剛這個問題 外接圓圓心O 他的特色就是 他既然是圓心 圓心到圓周上 每一點都是等距離 因為都是半徑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 內心I呢 他的特色 他也是圓心啊 所以他到圓周上 的每一點也是等長 那麼有三個點在他的圓周上 就是這三個切點 那既然你知道他是相切的 就知道這裡會垂直 換句話說 圓心到這三邊的 一條垂直 各做垂直線 做出來的這三段垂直線會等長 那麼一個點 他到一條直線做垂直 這一段其實就是所謂的點到直線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說內心I他的特色呢 就是這個 圓心到圓周上 每一點等距離 所以I到三個垂直 連這三段距離一樣 所以說我們會寫 內心到三邊等距離 可以嗎 內心到三邊是等距離的 那麼要做圖要怎麼做 這個I到這裡跟到這裡的距離一樣 而且這個I到這裡跟到這裡的距離一樣 那同樣的我剛剛都講中垂直線的 這個 如果你有認真看我們節目的話 發揮一下聯想力 那你應該會想得到 這一個其實應該是什麼 腳平分線 腳平分線上 一點到兩夾邊等距離 我們之前也講過 一點到兩線段等距離的話 就延伸他做腳平分線 那我們現在不用延伸 也就是說這個I呢 他其實會是 兩條腳平分線的焦點 那同時他也會是三條腳平分線的焦點 就是我講跨第三條也會過他 可以嗎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老師帶學生推論的時候 然後一路慢慢的讓學生推論上來 那你要理解喔 我這個腳平分線做過來 不見得是 這個不見得就是垂直距離的那一段 比如說我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腳平分線 腳平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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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在這邊是這個 這一個 教這兩點 但是這兩點 不見得會是 我的內心到他的垂直距離可能 可能是垂直到這裡來 對不對 這裡跟這裡 他不是剛好是 你這條線延伸過來 不會剛好是垂直 因為他沒有剛好垂直 等腰的腳平分線 才會垂直對面那一邊 所以不是等腰的就沒有 那也不會是終點 等腰的腳平分線 才會是對面的終點 對不對 因為根據內分比性質 你腳平分線拉過來的話 這一段比這一段 會是這邊比這一邊 所以如果你沒有等腰 那條線拉過來 不會是終點 也不會是垂直的 好 那麼所以說 所以說 做圖的方式 就是寫 兩角平分線交點 那你也可以寫三角平分線交點 那你也可以寫三角平分線交點 OK那最後介紹最後這個心是重心 好 G 重心 那他的定義 重心 在這裡呢 你比較難 你比較難 說文解字啦 你比較難看到 忘 顧名思義他 所以我直接講 他的定義呢 是 幾何中心 但你也可以說他是重量的中心 三角形的幾何中心就是重心 那他的特色呢 如果我有一個重心 重心跟 三頂點這樣子都拉出 重心在這裡 跟三個頂點拉成三條線 而且穿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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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成等面積 那他怎麼做呢 他面積要一樣大 換句話說怎麼樣 換句話說 這三塊的面積會等於這三塊 所以你要做到這一點 首先你就會知道這個地方應該是這邊的重點 那同樣的道理 這三塊 下面三塊 會等於上面三塊 所以這個點也應該是這邊重點 然後這個點應該是這邊重點 重點到頂點的連線 所以他的做圖方法就是 我換顏色了 無所謂 他的做圖方法就是 三中線一樣 兩條就可以了 他是三中線焦點 那同樣的 如果我們既然這六塊一樣 所以其實我剛才重心如果找到的話 我不要 穿過來 我把他跟三個頂點 連接 那我是會把這個三條形切成三塊 這三塊也會一樣大 因為他們就是各佔六分之二 所以就各佔三分之一 那麼呢 我們剛剛都證明了 就是說 外星的話 他只要畫兩條中垂線交出來的外星 第三條中垂線就一定會通過 內星的話 兩個角平分線交出來的內星 第三條角平分線也會通過 那麼重心的話 我們是不是 來看一下 這是一條中線 就是說對面這個低點是中點 這樣子 那然後這個也是中線 所以一點也是中點 那麼關於重心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如果這一個 這三條是三條中線 那他們都會交在交 重心居這裡 他們會交在重心居這裡呢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說 這樣你看到六塊小小的三條形 是一樣大的對不對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只看 左邊這三塊的話 這一塊比這兩塊 ABG和 DBG 這樣這一塊跟這兩塊合起來 是不是應該是1比2 那1比2的話 他們用同樣的高是B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AG比DG是2比1 也就是說重心有這樣的特色 中線會剛好被重心分成2比1 重心會剛好坐落在 中線2比1的這個位置 可以嗎 那2是靠近那個頂點的那一頭 就是你透過這樣推論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他的特色除了說切割成等面積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將中線分為2比1 所以你可以把它抄到筆記本上 可以嗎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 介紹這個 從三顆星衍生出來的一些推論 那最基本的一個部分 就是對於角度的推論 如果今天三角形ABC 有一個角 有一個外星是O 比如說這樣 他說 角A是α度 那問你角BOC是幾度 那BOC會是幾度呢 那這個問題呢 他其實在推論的時候 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外接元給畫上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實A對過來的是BC 而O呢他是剛好是外接元元星嘛 所以他是BC虎的元星角 A是BC虎的圓周角 所以呢 這個角BOC 會是BC虎 會是兩倍的角A 2α度 做外接元 可以嗎 做三角形ABC虎外接元 好 但是事實上呢 不見得 答案不見得是這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可能其實ABC 不是銳角三角形 不是銳角三角形的話 會怎麼樣呢 這個如果沒有講 你們可能一般比較難想像到 如果今天我是鈍角三角形 那你可以想一下 這個 我換個地方畫 以免站到下一題 如果我是一個鈍角三角形 那我們來試著做看看他的外形 中錘線 中錘線 你會發現他的外形其實交在 三角形的外面 好只有鈍角三角形 他的外形才會交到三角形的外面 銳角三角形的話就不會 那剛好這個道理可以從 我們這個角度的計算來推論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這個外星落在三角形的外面的話 那你可以想像 我的這個角A 對到的這個角會大過 180 對不對 我這個時候一樣把 外接元補上 如果我的外星在外面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直徑在 我跟這條最長邊平行的直徑在外面 對不對 在外面的話呢 那我的這個鈍角其實對的角度會超過 對的這個圓周會超過180 那超過180 他除以2的時候就會是鈍角 就他這個這個角 就應該說 我們會有一個弧會超過180 所以就一定會有一個角是鈍角 那如果你 今天三 你今天這個外星在 三角形的中間的話 你三個弧都不會超過180 對不對 都不會超過180的話 那 你就不會有出現鈍角 我如果把BO連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C一定在BO直線的下方 所以他這個弧一定不會超過180 那你去看每一個都這樣子 所以說只有鈍角三角形 他的圓星會坐落在三角形的外面 那這個時候剛才這一題 就出現一個小小的這個 現在可以說陷阱 他的特色 就是說因為這個時候呢 腳BOC其實是這個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講角度的習慣 我們講角度的習慣 我們講角度的習慣都是講 那個小於180的 我們講角度沒有人在講大於180的 如果是的話會額外的講 那要不然就是小於180的 所以說這個角 他如果乘兩倍是這個弧 那這個弧的確是這個角 的角度沒有錯 可是他就不是我們習慣上講的角BOC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角BOC在這裡面呢 他其實會是 他其實會是360去減掉這個嘛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兩倍的角A 對不對 他是圓 一個角A在這裡嘛 那所以這個虎是二角A 那所以這個角是二角A 所以你要問的角BOC是360減掉二角A 所以這題的答案有兩個 因為他題目沒有特別講 他是銳腳還頓腳 所以你要答的答案是 2α或者360減2α 可以嗎 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 剛才講到如果是頓腳三角形的話 外星會在外面 那我們這一題的這個角BOC 他就不是2α 他是360減2α 那麼呢 可是是不是代表 頓腳三角形的話 就一定是這樣呢 其實要看你問的是什麼角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剛好是 比如說你今天要推論嘛 那你在這裡寫說如果ABC是銳腳三角形是這樣 如果ABC是頓腳三角形是這樣子 其實是稍稍的不嚴謹 為什麼呢 今天會讓我們的答案變成 360減2α的並不是單純 因為他是頓腳三角形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因為你假設你的腳A 這個α剛好是頓腳 也就是說他今天兩個答案 一個分別是 設 腳A為銳腳 弱腳A為銳腳 一伏腳A小於90度 和另外一個答案是 一伏腳A大於90 這樣 為什麼呢 我們回來看我們這裡 今天我的這個三角形 是為了辨識方便 今天我的三角形 是這個藍藍的三角形 那我們剛才已經算過這個頓腳 這個頓腳如果是α 那麼這一塊是 這個弧是2α 所以這個角是2α 所以這360減2α 那我們今天來看 如果今天我問的是這個呢 特別把它塗空 上綠色 如果今天我問的是綠綠的這個角呢 綠綠的這個角 它的對邊 它的鎖對弧是 這一段 就是AC弧 腳B的鎖對弧是AC弧 那如果今天腳B是比如說β 那麼AC弧就是2β 對不對 那麼今天我去問你 這個角 AOC 那它仍然是2β 也就是說 只有頓腳的才會變成是剛才這個360去減2α 那如果是瑞腳的話 即便你是在頓腳三角形裡面的瑞腳 你都一樣只要把這個β乘以2就好了 那透過推論了解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個是外星 那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情況 如果今天其實ABC 裡面有一個內心I呢 它如果是一個內心的話會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 腳A是α度的話 那我們的推論其實有點像之前在算那個飛鏢型這樣子 就說如果腳A是α度 腳A加上兩個圈圈 兩個叉叉 腳A加上兩個圈圈 兩個叉叉 腳A加上兩個圈圈和兩個叉叉 其實是180-a 再除以2 所以我寫90-2α 那所以他今天所問的這個腳呢 今天所問的這個腳是180再去減 圈圈叉叉嗎 所以是180-90加二分之α 所以是90加二分之α 可以嗎 很特別的結果 它是90加二分之α 那麼 你如果說我用飛鏢型的算法 這個腳是α加圈圈叉叉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但是你的圈圈叉叉是多少 你還是要想辦法把圈圈叉叉叉叉 換成α 對不對 OK 那一樣 那也許有的人會想說 那這樣在頓角三角形裡面 是不是也適用呢 是也是用的 你可以自己去證明 所以只有外星它才會有 這樣子不同的情況 就是說如果外星它要求的 這個外星的這個腳 背後的圓周腳 如果它是一個頓角的話 就會不是2α 那如果內心的話 就都是90加二分之α 那其實我自己都沒有在背 不管是這個360加二分之α 還是90加二分之α 反正就是遇到就趕快退一下 遇到就趕快退一下 退一下大概不花一分鐘 OK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就是這次的作業 好嘞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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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